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2018 KCC挑戰被錦標賽 也有幸福決賽轉播影片 我是今天的主播小三 我是今天的測評 易達 好 這個主編一向是我們培育新手非常重要的主編 那我們來看看今天拿下 崗位的是抖六玉大車隊的蘇里成選手 排位第二是唐力輔龍選手 排位第三是凌晨選手 我們來看一下前三位選手 在賽前排位賽的時候有什麼心得分享 哈囉大家好 我是騎兵車夜的凌晨 這次一二五C組的排位當中 我做出了第三名的成績 這個賽道 力寶這個賽道非常的有趣 也謝謝光陽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有如此的表現 謝謝 我是新豐車夜的唐力輔龍 這次參加KCC一二五C組 拿下第二排位 那我覺得力寶賽道是一個非常好玩 然後高速彎又很多的一個賽道 然後希望明天可以有一個不錯的成績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柯燈抖六玉大車隊的蘇里成 很高興今天能在力寶樂園賽車場 拿下一二五C幹位 那希望明天決賽有好的表現 謝謝大家 好 我剛剛發現奇怪的事情 什麼事情 一二名的太陽顯鏡好像同一隻喔 對 好像是一樣的 可能忘記來趕快接一隻來耍帥 好 現在決賽正式起跑了齁 在經過幾度的推測之後 手下第一位的看來依舊是蘇里成選手 林辰選手好像從第三位串到第二位 對 因為其實一二三在第一排的選手 你起步技巧如果好一點的話 確實有可能會改變這個戰局 沒錯 而且因為一二五C呢 喔 這邊我們第四位選手來發動一個攻勢齁 看來前方的順位有點改變 但領先的依舊是蘇里成選手 而且他其實過兩個彎之後呢 差距就有點小拉開了 對 因為剛剛其實後面二三四名 包含現在五六名都是 其實這邊會有一些小亂流 因為一二五C剛剛為什麼我們說起跑還要推車 因為這一組的排氣量限制是跟原廠一樣的 對 一二五CC 所以在動力改變沒那麼大的情況之下呢 選手們在起跑之後尤其第一圈的時候 比較容易陷入一個大亂鬥的局面 那在這個斗亂鬥局面之下呢 如果你沒有被干擾進去 就像剛剛這個蘇里成一樣 他起跑之後就直接跑開了 那他很容易就把單身做出來 沒錯 可是你相對現在我們看喔 三四五六名後面這些第三集團的選手 他可能就會卡在一起 單圈就會下降 那你自然而然的就會落後了 所以這個起跑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對 而且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喔 其實在前一天 這次是分成了兩天的賽程嘛 對 那禮拜六的排位賽呢 這個蘇里成選手 就是我們現在領先第一位這位蘇選手 他非常厲害 他是唯一一個進入1分04的選手 他的成績是 1分04秒571 對 其實這個成績呢 除了他跟第二名的選手 第二名的糖尼弗龍做出來是1分05.658 其實有將近0點 快1秒的差距 就是將近1秒的差距 那這個差距呢 其實除了帳面上讓人驚訝之外 更厲害的是喔 當天因為在排位賽的時候 我在旁邊盯著那個排位表在看 那個時候我發現喔 他其實在一開始大概 進行幾圈之後 他就已經拿到幹位的位置了 可是他還逐步的在縮減 在削他的秒數 他這個成績其實是蠻後面才做出來 這個1分04的 那這個1分04代表著說 他除了熟悉場地之外 因為其實這個場地大家平常沒那麼熟 對 我們兩個騎得搞不好還比這些選手多 因為這邊常常在辦那個新車四乘會 對 但是比賽 尤其是蘇克達比賽 這是第一次 一直到今年後半段 才有開放練習 所以蘇克達比賽 他等於是一邊在熟悉場地 一邊在推自己的單圈 然後很穩定的 我可能每一圈兩圈 他就再快一點再快一點 所以到比賽後段 在排位賽後段 他做出這樣的成績 非常的驚人 那表示他的適應力 相比其他選手來說 都那麼的強一點點 當然啦 這個有可能 他本身實力也好 是 車子狀況也不錯 所以你才能夠這樣子 逐步的去推自己的單圈 沒錯 人車合一的狀態 對 這個其實就是比賽好看的地方 因為人強 車快是基本的 可是兩個要同時出現呢 不見得是每一次你說要有就有了 可能十次中 會有那麼一次會出現 對 有時候可能 選手今天狀況不好 有可能今天 車子祭司想把他調得太快 反而彎道不好 駕馭 都有可能 所以像蘇立成這樣子 天使第一人和呢 他很有機會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 他跑持在前面領先的位置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後面第二集團 這個是凌晨選手 對 凌晨選手 剛剛起跑雖然上了一位 但是他沒有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跟著蘇立成選手 一直往 一起往前去 所以在經過小亂流之後 雖然他目前是保持在第二順位 可是 看我們可以透過空拍機的鏡頭看到 已經稍稍的有一點距離了 其實我很喜歡這個空拍機的鏡頭 是在這一個部分 就是 你看喔 利寶賽車場 這個卡丁賽車場 他其實 他的跑道寬度跟長度 都夠 嗯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說這種場地真的適合 小排機量的蘇克達來參加嗎 可是你想喔 過去其實像大鵬灣賽車場 他也辦過這種蘇克達的尖先賽 他很考驗什麼 選手的基本動作 以及 你在人群之中奮戰的能力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大鵬灣比賽喔 你在彎道大家有快有慢 可是一進入直線呢 你一定要趴車很確實 而且要吸尾風 你要躲在別人的 沒有到真空袋啦 你要躲在別人的氣流後面 那個速度才能提升上去 如果你沒有跟到 你直接一被放就沒了 對 而且尤其是 因為是吸組動力的關係 那個動力落差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你秒數落差一大 很容易就跟不上 根本就追不回來了 所以 像現在 現在這樣子整個集團已經拉開之後 其實 林辰他必須要想辦法把他的單圈 再激發出來一點 那當然以決賽的單圈來說 當天林辰選手他有做出1分04.264 這個比他的 比我們甘位 蘇立成在排位的時候成績還快 快大概0.3秒 但是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這個蘇立成選手 決賽的時候更快 蘇立成前一天起1分04 我們就覺得 哇不得了很快了 結果他決賽做出的秒數是 1分04秒861 1分03秒861 嚇到話都不會講 他是當天唯一一個 進到1分03的選手 對 所以當這個絕對優勢的單圈做出來以後 其實你很難再去追到他 而且我們後來之後有核對一下成績 像前面這幾位選手 比如說蘇立成他的最快單圈1分03 他是在第9圈的時候做出來的 那 臨成選手他的最快單圈1分04呢 是在第12圈做出來的 所以其實他們都是在中後半段 對場地越來越熟悉之後 漸漸把自己的步調再加快 對 所以那個單圈才會在後半圈出來 因為一般我們在看比賽 通常啦 以排位賽來講 大概在中段以前 你只要找到空檔 一圈就出來了 對要趕快把成績做出來 對 那 決賽呢 通常是在前四五圈 就是 集團已經稍微拉開了 體力很好 然後整個狀況很好的時候做出來 趕快把那個距離再拉得更快 對 可是這些選手因為第一次來到 利寶卡丁賽車場 而且這種 比較中高速型的賽道 你對於台灣的蘇克達選手來說 確實是比較陌生的 對 所以他們會在比較後半段呢 才去把這個單圈給做出來 這個是 跟一般賽車比較不大一樣的地方 沒錯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現在畫面上出現的 這個是孫乙田選手 孫乙田選手 其實他的 成績喔 當天來講他也是很有競爭力的一位選手 那 只是比較可惜他也是在前半段沒有跟上 所以他現在變成是 我們這個算起來算第三集團的領頭羊 對 那看看他能不能呢 把這個成績繼續的給保持下去 好那其實 當天我們這個成績來說 孫乙田選手他的單圈成績也是不錯的 他是1分04秒817 對 那其實這都是來自我們 抖六玉大車隊的選手 其實抖六玉大在KCC的賽事中 表現一直都算不錯 也很認真在投入 而且提拔了很多選手出來 提拔是什麼意思 就是 耕耘的意思 很多選手都透過他們 發揚光大 因為我們這個抖六玉大老闆 他對賽事很熱衷 所以你有熱血 青年了想要加入他們車隊 你真的拿出你的信心 你的自信來準備 他都會盡量的支持 沒錯 那這也提到另外一點就是說 今年KCC是第10週年了 其實一個比賽要辦到這麼長久 不容易 對 當初最早 其實我那時候印象很深 因為08年那時候有一個挑戰全台灣的比賽 那那個時候就是其實 我正好在當兵 退伍要準備去雜誌社工作那個階段 所以我是看著這個比賽成長的 那他怎樣這什麼眼神 是覺得我很老是不是 不是 原來你看著他10年了 這是不容易 差不多 因為第一場當然我沒有參與到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這個比賽 逐漸在改變 因為一開始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說白一點 它是一個廣告型的比賽 邀請大家來 我們現在出了運動型的新車 來 三次場試試看 那後來發現 來了以後 選手確實對車輛評價還不錯 那 Racing這個車款呢 雖然沒有辦法 立刻 第一時間呢 跟當時市場上的大眾 就是想辦法近戰相比 因為 以推出這種運動型機種 參與比賽來講 近戰那時候 找了大概三四年 對 好那 在這樣優勢之下 沒辦法馬上改變 可是呢我們回去查 那幾年喔 如果是大型的賽事 Racing的車款出來了 奇怪 他可能沒有辦法 在戰友率上達到領先 可是在大獎賽裡面 他拿冠軍的機率 是非常高的 對 甚至包含台面上幾位 我們現在知道的選手 比如說黃浩啦 蕭智人 他們其實都扮演過 騎乘Racing 扮演過殺手的角色 那表示Racing這台車 其實是非常有潛力 對 就差在開發時間 比人家晚了一點 應該是說 他投入比賽的時間 比較晚一點 對 因為那個時候 光陽是以G6車西為主 G5啦 那時候G5車西 比較道路型 然後後來 再開始投入這個賽道上 好我們在這個閒聊的同時呢 我們看到第三集團 現在已經匯集在一起 孫乙田選手呢 現在還保持著領先的位置 可是這個舒斯華選手 我感覺他的步調越來越快 還有剛剛這個 原本在第二位出發的 唐禮輔龍選手呢 也緊跟在後 其實唐禮選手 他本來單圈成績還不錯 對 在起跑之後 遇到一些小亂流之後 反而把這個排位往後掉了 那現在又進入我們最常提到的 螳螂捕蠶 黃雀在後 輔龍在後 阿輔龍在後 看看輔龍有沒有機會呢 再把這個位置給抓回來 其實比賽到中後半段 呃 在其他組別有發生類似的狀況 我們現在再把這個鏡頭 回到我們領先的 這已經 已經 後面沒有車的那個 跑得最快的慘 在前面完全沒有人可以威脅得到他 呃 我們常在說就是 比賽進行到中後半段 如果你是選手 你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現在第三名 我前面兩位我追不到 後面有人在追我 我到底呢 應該保持我的節奏 繼續往前推進 還是要防守 可是你防守呢 後面可能 不是來一個 是來兩三個人 那你要怎麼去擋住 這個就很微妙了 以我的個人見解的話 我是覺得如果後面有人趕快再跑 趕快再把自己節奏加快 對 至少不要被人家超過 理論上是這樣 對 可是呢 你這中是真的很難去評斷 為什麼現在我們看 這個是落後車的選手 是 我想說怎麼會有速差這麼大第二免追擊 這個是落後選手 其實很有趣的是現在的選手 我們在講 以前在賽車黑暗期的時候 很多選手呢 對賽關沒有那麼清楚 遇到 領先車追進的時候 還不讓 我自己也曾經因為這樣 差點被搞掉過 我曾經有一次 那個已經 冠軍就在我眼前 有沒有 那是亞軍就在我眼前 結果呢 前面那台車抖了一下 因為他落後車 他不知道要讓 欸 我就 輸掉了 就變超車了 所以那個時候你還沒有成為亞軍傳說的 前段時間 那就是那一年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都一直拿亞軍 就是那個 就是都有奇奇怪怪原因 欸 還有一場印象也很深 我其實近在 那時候 噴射化之後 我覺得非常的快 就被雷霆拔甲 就是第一名 我永遠記得橘色雷霆 然後最妙是那名選手呢 他也跑了那場比賽之後 就去大陸工作了 也沒有再比賽了 所以 那個時候 對Racing這種 刺客的印象 是很深的 因為他車快嘛 那彎道穩定性也不錯 深深的扎在你心裡 如果兩個人實力差不多 你每次到直線就被放 然後也追不回來 這真的很痛苦 對 那所以 OK 那回到我們剛剛這個 落後選手這個部分來講 現在呢 因為賽規要求 而且每一次車手簡報 我們都一再的宣傳說 當你看到平局攔期 表示後面有快車接近了 揮動的時候 你就要把路線給讓出來 所以 這個東西 全部都提升之後 我們台灣賽車環境自然會變好 沒錯 因為 就不會突現以前那種 冠軍殺手 雜七雜八的一些問題 你看蘇立成這麼拼 我相信他剛剛那個眼神 你有沒有發現他剛剛那個眼神 角度看的不是出彎點 他在看第二名在哪裡 對 他找不到第二名 第二名被我放好遠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當然會可以 轉為比較輕鬆穩定的節奏 那我感覺他還是騎得特別快 欸對 我剛剛想講他輕鬆 可是他剛剛油門怎麼開得這麼果斷 就一敗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但也許 這也是為什麼他在後半段還可以做出單圈的成績 我覺得也許啦 他在領先確認之後呢 他開始練車 哈哈 現在已經來到最後一圈了 再以不摔車的狀態下練車 對 因為呢 這個 賽車場喔 其實老實講 因為 力保賽場大型的這個部分 未來會怎麼發展 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主賽場有這個噪音規範的問題 目前他們還沒有完全處理好 可是在卡丁車場這個部分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我們拿來做一些 蘇克達的比賽 或輕檔車的比賽 因為這邊確實有高低落差 有高速 轉接中低速 像這邊這個法夾彎 當天我們就一直告訴大家 這邊很重要 如果你處理得好 你這邊可以超車 沒錯 誰在這邊處理最好 邱克龍 因為他去參加亞太極的比賽的時候 他常面對這種高速 你可能騎到100多 接近200 然後一下降到780 那這種習慣之後 他在這地方就處理得很好 你看他這邊超車 幾乎沒有人擋得住 非常厲害 所以當這種賽事場 如果可以推廣 舉辦各型賽事的話 對台灣選手的實力 一定會很有幫助 真的 尤其像我們現在這個蘇立成選手 非常 我不能說他輕鬆 雖然他看起來很輕鬆 但他游泳鼓也是很大力 這樣以領先的姿態呢 順利的 通過了我們這個 終點線 拿下這次 也有西服的冠軍 那第二位呢 雖然緊追在後 但還是有點小距離的 是我們的 林成選手 那剛剛第三集團呢 其實鏡頭上沒有帶到 因為當時我們 怕錯過第一名 其實在一陣亂鬥之後呢 是我們的蘇斯華選手獲得第三名 對沒有錯 那恭喜我們這次 所有獲獎 戰上頒獎台的選手 當然也要恭喜 做出最快單圈 拿下 EA5系統冠軍的 蘇立成選手 恭喜 恭喜 大家好我是 抖流域大車葉蘇立成 很開心在 抖流域大車葉蘇立成 然後今天 決賽很順利的 拿下第一名 那謝謝大家